美之籃 也就是NBA 前明星球員霍華德 去年底加盟台灣地區的球隊 日前 他與台灣地區 副職領導人賴清德 合拍的一則宣傳片 11日在大陸社交媒體上 引發網友熱議 片中霍華德竟宣稱 中國台灣地區為所謂國家 引發大陸網友關注 大家好 我是德威爾·奈威爾 從我來到台灣 我已經獲得全新的 感謝這國家 據《中時新聞網》等 台媒報導 由台灣所謂中華文化總會 舉辦的2023年 來去菜辦祝一晚活動 5月10日發布第二波宣傳視頻 請霍華德與賴清德 為宣傳大使 邀世界各地遊客 來台體驗多元 好客 熱情的台灣 在宣傳片中 霍華德宣稱 中國台灣地區是所謂國家 與賴清德也有對手系 據悉 這位綽號魔獸的 NBA前明星球員 2022年11月8日 宣布加盟台灣地區 T1聯盟桃園雲爆隊 頗受島內球迷關注 霍華德與所謂務實台獨工作者賴清德同況的消息傳到大陸 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強烈反應 霍華德台獨的標籤進入微博熱搜榜第二 有網友說給的錢多也不可以亂說話 有網友說從他去台灣打球開始就已經是毫無底線了 也有人讓霍華德出來道歉 在島內網絡上也有人對霍華德合體賴清德拍宣傳片提出批評 有人說有夠假 還有人說賴清德在蹭熱度 也有人讓賴清德別再用公費支付他要參選2024的花費 據台灣聯合新聞網最新消息 12號霍華德被問及此事實表示 自己不是政治人物 本意也不想傷害他人 為傷害到任何人道歉 我認為 如果在中國在中國有任何人在討論 我會抱歉 我沒有想要害到任何人的想法 我所說的在商場中 我沒有想要加入任何政治 我會想要加入任何人的想法